薛瑞看着虞书神情变幻 猜到他为何犯愁 暗叹了一声 将他的手拉到胸前 揉了揉他纤细又冰凉的手指 缓缓地 传到桥头自然之 你切莫忧虑过多 凭你我二人同心其力 定能找出一个万全之策 嗯 虞书不想薛瑞担心 便收敛了那些负面的情绪 又一皱眉说 那你与瑞家的婚事要怎么办呢 瑞家的小姐 能被西文几句话就挑拨地对付我 看来是认定你了 如果这桩婚事不成 会不会弄巧成拙 让皇后那一边误会更深呢 皇后的膝下无子 薛瑞若是有意扶持刘潭上位 能得到瑞家的支持 当然最好 反之两家结仇 必不理于将来 虞书这么考量没什么错 然而薛瑞文言 眼神闪烁 微微笑道 哼哼 早有过界 不少这一件 弄巧成拙 未必是坏事 他语焉不详 闪烁其词 似乎是不在乎 同伯爵府结怨 虞书不免好奇 哎 你这话怎么说 薛瑞不予作答 将他拳起的手 拉到了面前 轻了轻 避重就轻的 我另有办法推掉这门婚事 你不必操心 倒是你说好了 要送我另一半礼物在哪 我可千辛万苦 抢到了金玉芙蓉 等着同你 交换定情信物呢 虞书受不了他 轻密举动 硬是把手抽了回来 没好气的 瞪了他一眼 你好意思跟我提 我是叫你拿了 金玉芙蓉来换 却没有让你 拿了命来换 你水性不好 还敢往内 弧心里跳 如果真是出个好歹 你叫我上哪去哭 薛瑞哈哈一笑 不管他冷脸 反手在他细软的下巴上 捏了一把刀 哼哼 我真那么不计事 也配不上你这个 能断生死的女蒜子吧 说着 他就起身进了卧房 不一会儿 手捧了那一只紫玉花钗出来 送到了虞书的面前 今年的金玉芙蓉 乃是大雪山中凿下的 冰穷所致 欲热则寒 十分的寒有 近些日子有些闷热 你将它放在床头 能饱一夜的好睡呀 虞书接过细看之下 端的是巧夺天空之物 那紫玉雕琢的拆头 不过真的芙蓉花三分之一大小 却里里外外堆叠了百层的花瓣 薄如冰沙 透若禅衣 盛开之子 悠悠宁子 好不动人心扉 他非常喜欢的把玩了一会儿 方才抬头对薄瑞说 我昨天晚上给你的那一半礼物 你拆开看了吗 薄瑞下壶之前去寻灯 虞书给了他一只锦囊 里边放的乃是一块在风水池里 养足了精神的紫水晶扇坠子 哦 还没有来得及打开 薄瑞便将那锦囊从衣里掏出 正要打开来看 却不留神 被虞书伸手抢去 塞进了他的袖子里 哎 你这是做事 说好了要送你另一半 得过几天才能完工 这一半我先替你收着 回头了一起给着你 大哥 你且等等吧啊 我这份礼物肯定合你的心意 要让薄瑞看见这扇坠子 保准猜到他要送的是饼扇子 那还有什么可惊喜啊 薄瑞看着他赖皮 眯了下眼睛 背手弯下腰 一张俊脸逼近他 哦 我忙活了这一晚上 到头来是两手空空 全无一点好处 换成是你 你会乐意吗 虞书自认李亏干笑了一声 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 转着眼珠子 企图糊弄过去 只是晚几天 我又没说不给你 你急什么 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他捧了脸蛋 双唇相贴 呼吸瞬间焦热起来 薄瑞在虞书的唇上 偷了个香 趁着他的眼晕 拦腰将人滴流起来 一悬身坐在椅子上 拥他入怀 买手在他的发病之间 用力地嗅了一口香气 低声笑道 哼哼 我收了你的好处 姑且多等几日吧 虞书坐在他平稳的膝上 没有将他推开 只是抿了抿嘴唇 一手绕到他的背后 不轻不重地在他的腰上 拧了一下 薄瑞不在乎这点疼 抱着体重轻牵的他 但觉得心中是无比的踏实 捉住了他一缕发尾摆弄 另有一番温声细语 哎 今天晚上 他们在宴上污你 你脑坏了吧 索性被你一一反驳了回去 没叫人拿住把柄 日后 唯恐惹得飞雨 西文一向是心高气傲 旁人只能是迎凤 你几次不给他好脸 他自然辱不下你 不过 他在芙蓉宴上闹着一处 料想两位姑母 都看得出来他的伎俩 定会好好的管束他 他要有一阵子老实 你也消消气吧 他要不来招惹我 我才懒得动他呢 哦对了 你说他要去远嫁东北 等到几时呀 虞书懒懒地靠在他的肩窝 倾和上眼睛 嗯 最迟下个月 宫中会有旨意 他在准备一场嫁妆 拖个三两个月就得上路啊 传闻东亲王善战 统军二十万镇守北疆 是个小勇之人 此人的脾气八成不好 西文这样刁蛮的女人 到了他那儿有的是苦头 我这么想想 气儿 也就顺了 哦 虞书坐在薛瑞的怀里 并未看到他提起东亲王时 他脸上流露的急许异样 两个人依偎了一阵 直到门口传来了势必的询问声 才分开来 夜消罢 薛瑞将哈欠连连的虞书 送至二楼的房门口 看着他进了屋 才转身下楼 回到房内 薛瑞并未休息 而是让贵妻在书房掌灯 一纸书信 多半暗语 密封在牙筒之中 涂上了银珠的火漆 叫贵妻悄悄地送往了 城北南陵木材行 夜深人静 薛瑞坐在床头 手中磨砂着一枚不起眼的青铜扭印 摇曳的灯光 笼罩下的面庞 深沉的陌生 第二天 虞书睡到了三杆才醒 他这边是酣眠不绝 殊不知 这安陵城 因他当众展露了那一手精湛的断死奇术 一夜便掀起了满城的风雨 昨日芙蓉君子宴上七十余个男女兵客 有一半是亲眼所见 虞书断言生死 当中步伐是易学世家的子弟 当晚回去 就向长辈们禀报了此事 引来了一阵轩然大波 知祸福断生死 六字通天 不尽人间否态 即便是义子大弼 未尝尽这一般手段 大安历朝三百年 这等神仙中人 史上仅有一人记载 那便是开国宁针皇后 思天间的造立者 而如今冒出虞书这么个 无门无户的女算子 竟可断生死 福 或生死 乃人之命数 福兮 人之所趋 或兮 人之所弊 生兮 人之所期 死兮 人之所惧 凡人最怕莫过于一个死字 因为未死所以可知 然而今朝满城的一时 十二府世家 就连思天间上下 也没有一个人能断生死 可见 虞书这断死奇数一出 又有多诱人 更关键的是 这样一个人物 竟是白身出地的女子 当天晚上 各门各府便打起了主意 几家筹谋 不缘而同地就决定了 先向这一位 能断生死的女算子示好 于是就在虞书起床 洗脸竖齿这当口 他住在城南的家门口 来往已有十几位访客出入 建立堵住了大门口 败铁一如雪花般的飞来 不知道多少人 想见虞书一面 赵慧打发人 到望基楼来找虞书 他正抱着那一整套水晶头面 要出门去找裴静 商量几时脱手 来人是虞书的贴身丫鬟 云豆 听他说了家里的情形 虞书暗虚了一口气 这反响来的 比他想象的还要快 你这就回去告诉我娘 让他开着大门 不必见客 该干什么干什么 谁来了都请到前厅去喝茶 送礼的全都收下 拿好了明帖 等我回去再看啊 若是有人问起我来 你就说我房友去了 其他的一概不知 记下了吗 虞书交代了云豆一通 就让人回去了 他原地迟处了一会儿 抱着那一盒水晶回了房 让小蝶把贵巴喊了上来 写了一封短间 使他去了太亨商会 请裴静过来叙话 不过半个时辰 裴静便赶了过来 虞书在二楼的茶厅里 等着他 裴静的脚步夹封地进了门 盯住虞书便是一阵猛看 张口就道 昨天晚上的事我都打听到了 外头正疯传着你能断生死 只要一副八字 便能断人死气 究竟是真还是假呀 不怪裴静疑虑 虞书是他看着出息的 自家孩子 原以为是看得清楚 没想到左个儿 还是鸿骨展翅 今儿个便蓬城万里了 虞书给他倒了杯茶 请他坐下来歇一歇 然后不慌不忙地告诉他 嗯 真倒是真 但也不免旁人夸大 我这断死其数 三十日方可施展一回 且补算出来 便是泄露了天机 对我自身的服缘损伤极大 裴静早有准备 听他确认还是吃了一惊 这心里顿时就像是猫爪子 挠痒一般 忍不住的心计 欲言又止 虞书看他的神情 猜到了几分 笑了笑说 舅舅面向豁达 乃是长寿之人 少说还有三十年富贵可想 就是知道死期几何 那也是许久以后的事了 与其多一桩担心愁苦 倒不如不知不惧呢 裴静一愣 沉吸了一口气 便从那一股好奇的诱惑中 拖了声 叹笑道 哼哼 活了一把的年纪 还不如你这孩子看得清楚 诶 如今此事传了出去 必有一群人打你的主意 有人记恨 有人拉拢 或许 还有威逼又红 你需要早早的提防啊 日后更要谨慎了 虞书见裴静 没有开口让他补算生死 反而继续叮嘱 心中宽慰 舅舅 放心 我心中有数呢 不会吃亏的 说吧 就将手边那一盒金贵的水晶 推给他 当面清点 谈及昨夜宴会上引动的风头 应该没人不留意他那一身的装束 裴静捏着唇上的直须 眉开眼笑说 哼哼 再好不过了 太恨商会在城北有一间聚宝斋 风亭极佳 日常出入的都是些达官贵人 雅士名流 三日过后 我将这一套物件摆在那里 盖上你女算子的名号 发请函邀人健保 只看不卖 用不了多久 就能聚起一票金主 就等着他们 哈哈 抬价吧 虞书扎了扎嘴 看着盒子里 晶莹诱人的水晶头饰耳坠子 一想到他们将要易住 心里多少有点舍不得 但很快 他就记起了眼下手头拮据的状况 这点不舍就不翼而飞了 陪静走后 虞书到楼下去找薛瑞 见他一个人待在厅里煮茶 就奇怪地问 哎 这都晌午了 那朱儿公子还没来吗 昨夜芙蓉君子宴 朱清爵同薛瑞打赌 谁能抢到金玉芙蓉 结果输给了薛瑞 因此欠下了一个赌注 约好了今天上午到旺基楼 薛瑞早上去了大理寺点茅 虞书尚在睡梦中 等他回来的时候 就听说势必 说他正在楼上待客 他便没有露面 未免他们两个昨夜 童肃忘记楼叫人多想 哦 刚才他让人送了口信 说稍后就到 薛瑞招呼他坐在身旁 问了他陪进过来作合 虞书没有打算告诉他 要卖那一套水晶首饰 就含糊了过去 舅舅听说了昨天晚上的事 来找我求证呢 他问我断死其数是真还是假 哦 你怎么说 当然说是真的 哼 就你一个人知道我底细 不怕谁给我捅漏了 听他话里话外 不经意流露出对他的信任 薛瑞十分的满意 虞书把城南的宅子 被堵的事儿同他说了 最后赤笑道 熙熙攘攘 历来历往 这些人手脚可是真够快的 昨天晚上的事 九十天就赶上门来了 哼哼 那你这几日就住在旺七楼吧 书大招风 你先避避风头 都要急着出面 等他们自己冷了场子 啊 你只能这样了 下午太史书院有课 我且称病逃上一回 过两天再说 两人说话的功夫 贵妻在外边传话 说是猪二公子来了 薛瑞与于书相识一眼 后者就要起身 我先上楼 你们谈好了再叫我 薛瑞却拉住了他摇头说 不必麻烦 你到我书房去 不要出声 听着就是 事到如今 石公主的事 没什么好避他的了 虞书犹豫了片刻 抵不过好奇心答应了 转身进了隔壁的书房 他刚带好书房的门 就听到门外一阵朗粹 薛大人 朱某应约前来了 虞书竖起耳朵 朱兄 请进 薛瑞的态度要比昨天晚上温和得多 朱清爵进了门 毫不拖沓 一坐下 就直追正踢 哼 昨天晚上是你得了金玉芙蓉 我答应要回答你这个问题 你有什么要问的 说来听听 薛瑞倒是不急 将煮好的茶水泣入壶中 顿时茶香弥漫 三味深通 朱清爵是个好茶之人 鼻翼煽动 片刻陶醉 眼睛亮了亮 不禁脱口称赞 嗯 好手艺 薛瑞反手扣上了茶盖 朝他微微一笑 出声道 三年前 我曾倾慕于石公主 知她喜爱品茶 便千方百计 拜了浩文院的陆大学士 喜得茶仙半本真经 朱兄可知 石公主最好哪一种茶呀 三年前 薛瑞少年智满 正是朱清爵游学归京 意气风发之时 那一年的芙蓉君子宴 国色天香的石公主 不知是着迷着几家青年 可惜 当时宴会上的两朵金玉芙蓉 无一人得知 薛瑞第一个问题 就让朱清爵冷下脸 你什么意思 薛瑞面不改色 徐徐地说道 传门石公主出身时 伴有晚霞百里玉象 四天间捕她八字奇迹 未免早妖 三岁之后才寄入皇室的御碟 积极之前 她一直延居在太庙之侧 经上承德大统之后 令尊把持着四天间 主掌祭祀之势 时常出入太庙境地 而朱兄你是大体点的独子 很得重视 往往是邪身教导 再来 我又听说朱兄是视察如命 这点喜好 道同石公主是志同道合 所以我猜想 朱兄你与石公主早有相识 薛瑞出任大理寺少卿 这一年里岸无数 最擅长的 就是将蛛丝马迹联系到一起 虚中道实 趣味存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